嘉一线这位苏先生的狼犬可是身价不菲 日前到德国去参加了 有狼犬界奥运的联邦狼犬繁殖冠军展 选拔比赛 他从一千多只的狼犬当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世界冠军 四组自称当时还有德国的业者开价 60万欧元 折合台币是2500万元 要买下他的爱犬 但是他不愿割爱 比赛场上一只只德国狼犬聚集在一起 全是来参加这场有狼犬界奥运之称的联邦狼犬繁殖冠军展 体型健美的狼犬只要主人口令一下 马上就往站在中间带着护具的人员冲了过去 但只要主人再发出命令 马上就又变得管桥可爱 由于体型体型就是他身体整个的结构 还有他的紧接性 训练性能 包括他的遗传 这个就是综合他成绩的一个表现 嘉义县的一位苏先生养的狼犬 从一千两百多只狼犬中脱颖而出 拿下了世界冠军的好成绩 是多年来首支由国外人员培育出来的冠军犬 四主还自称当时有德国的业者 开价了六十万欧元 合约台币两千五百多万要买下爱犬 但他都不愿格爱 对于四岁的爱犬拿下好成绩 四主相当开心 只不过因为简易的关系 台湾第一狗出国比赛还不能回来 四主也非常想念他 中天新闻会国文章 星宜嘉义报道